台中代表队今年在全中运一共拿下了66面的奖牌 奖牌数是全国的第8名 其中体操队的选手黄彦璋 更一举夺下了五金一银的好成绩 而为了勉励这些选手们的优异表现 台中县体育会在庆功宴上更宣布 将加码奖金给获奖的选手 鼓励选手们在体坛上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掌声欢呼不断 全中运庆功宴上台东代表队选手们一一上台接受表扬 今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台东代表队不负众望摘下24金16赢26桶的好成绩 台东体中高女射击队更创下二连霸记录 来自大五国中的体操队选手黄彦璋 一人南瓜五金一银 他表示未来将持续朝国手之路迈进 比赛的过程很紧张吗 因为对手都在练习的时候感觉都很厉害 然后怕没有办法赢他们 所以就自己想办法放松心情 然后按照平常训练这样子 所以路上来很辛苦 都是靠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选手们风光获奖的背后 经过无数汗水与泪水交织的训练过程 教练董恒毅特别提到台东体育师资不足 期望相关单位能多培养在地教练以补足训练段层 让台东体育发展道路走得更长远 主要就是选手他每天的训练太苦了 体操这个项目会非常苦 所以选手他有时候会排斥训练上的一个辛苦 所以我们必须教练在心理上要辅导建设他 这个迈向金牌的路是苦的 当然你要坚持下来 否则往会你都没用辛苦的苦练 目前我们台东县的教练大概只有两位 因为选手的人数越来越多 要往教育部的推展目标三级制的 所以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部将四级制承袭下来的话 必须还有更多的教练 那我想说请我们的上级长官能够说 幸福单位能够多安排一些教练 尤其是我们本地的教练 那希望呢安排这些选手回来以后呢 能够继续为我们台东努力 贡献在我们台东县 也因为他是台东人 所以呢希望他我们这样一线上去 这样选手的玄阶才能更长远更长久 台东体将们在全中运精彩的表现令人振奋 期望他们未来在体坛上持续发光发热 记者肖家慧台东市报导